不同年纪读书的感受 实际上这个话我们不配讲 因为本人今年七岁三十七 那只是不过最多算是中年吧 如果按古人普遍寿命比较低的话 那真的是过了中年 那么男子四八三十二 过了三十二就是中年 现在人都不复老 不以为老 认为能活到七八十 我们这一代呀 身体其实素质普遍偏低 乱吃 有多不运动 没有那些体力活 又早早接触西方的那些 性开放思想 那些工具 包括我们下一代的 下两代的 那上小学就开始谈对象 就男女之间的事 接触得过早 那就容易导致这个人 实际上早熟是失败的 那必然会怎么样早睡啊 那不就真正的成熟 但作为本人读书 后来者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勉强说说这个话 很多人认为读书没有用 现在是讲究经济赚钱 普遍是这样想的 但是每一个家长 对待从小的孩子 好像大多数 还是希望他学习成绩好 管他有没有用呢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课本 也在不断改革 其实以前呢 真的很多 你九年义务教育上完 就够用 从事的工作跟这个 真的相关性不大 其实你后来再学 也就是一个学历的枪文转 你真正到了社会 才是打回路重造 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都是你现学的 好 不说那个 我们从小读书 读的这些 跟古代已经不一样 看似好像 量力多彩 实际上 很多都没用 他不讲究世人 为人处事 这一套 不管 完全让你 匠人 从事 科技生产 一些 各种的 杂七杂八的也都出来 外国的那一套 招本全抄 小说不得不读书 那是很痛苦的 每天背书包 那么多书 现在的小孩子一样 虽然说减负了 但是各种补习班 有的即使不上 从小 那种 你读的很多都是没用了应付考试 再大一点 也是知道你高中 上了大学之后 他就真正 自由地能出入图书馆 有的时候也可以培养啊 但是已经那么多书读了 很多都没有经历 那这个时候好像可以读一些喜欢的书了 但是你社会人生的阅历还是不够 不能完全吃透的 你的那种喜怒哀乐 表现的还是很虚幅 再大一点 当年从事工作 还有时间读书的话 很多人还是不想读书 到老都不会读 但当你真正 需要读什么的时候 这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你觉得真的应该读什么 那个才是真正需要 你很多需要是为了工作 为了应付一些东西 那不是本质